大叔 你吓吓他就没事了 没有必要来真的 没有必要 我就是太过于好脾气了 让他一次一次踩在我的头顶上 不教训教育他一顿 但我是好脾气嘛 你怎么在这里啊 好好好 没想到你们兄妹两人都跟我对着干 我真的后悔都把你们生下来 大众 你后悔把我们两个生下来 那我们还后悔 妈妈怎么找了你这么一个伪君子呢 你这样的人根本就配不上妈妈 也就只有那个戏子才配得上你 这阿南配贱女 真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任夕 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 你现在可是孕妇 不能生气 我知道 可是我看了夜正魂我就来气啊 什么 你说什么 任夕怀孕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难道孩子是叶一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叶任夕 你怎么这么不知廉耻 竟然跟别人未婚先孕 而且还是一个助理 你要不要脸面了 你真的是丢尽了我们叶家的脸 叶正宏 有本事再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我说的有错吗 你妹妹还没有结婚 就已经跟别的男人活孕了 要是传出去 我叶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 她的名声还要不要了 你够了 你什么时候在乎过我的名声 什么时候关心过我们兄妹两个呢 不要在这里假惺惺的 赶紧滚出这里啊 我看着你就觉得犯狠心 叶燃兮 我可是你父亲 我再说一遍 给我滚出去 叶叔叔 我们还是离开吧 刚刚离开的费玄曼又再次回到这里 此时 他重新换了一件衣服 这不是那个小时候天天老是爱哭鼻子 爱给我抢东西的丑八怪吗 现在怎么大变样了 该不会失去整容了吧 花多少钱啊 是不是和别人睡觉换来的钱呢 阮兮你在胡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我管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 赶紧滚出去啊 这里不欢迎你 叶叔叔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叶燕 把人轰出去 不用客气 是 叶老先生 还有费小姐 请吧 你算是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让我离开 叶燕 需要他们 把他们赶走 叶燕一听到叶燕兮的话 连忙冲上前 露出锋利的牙齿 飞雪范刚刚刚被叶燕压在身下的感觉 至今还记忆犹新呢 转身就跑了 叶正红看着叶燕一脸凶狠的样子 快速地朝车上跑过去 叶燕今天表现得真棒啊 先生 既然老先生已经走了 我这就把叶燕送回去 嗯 送回去吧 诶 等等 把他送到哪里啊